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Windows 10的应用程式 出现乱码的一些解决方案 用到一个软件叫做Locale Emulator 我们知道在文字编码方面 基本上现在多数都在用Unicode 一个通用代码 但在未统一之前很多不同的系统都用它不同的编码 例如在国内以前用了国标码即是GBK 台湾地区要用的是大碼、Big 5等等 如果这些是一些文字就比较简单 只要用一些转码的软件 一些软件就可以把它翻译就看到了 但如果到一些应用程式里面就麻烦很多了 因为应用程式打开就是乱码来的 以前在微软就是Microsoft出了一个叫做AppLocale的软件 是帮我们解码的 但到了Windows 10的年代就没办法用AppLocale 这个时候我们就改用另一个软件 就是今天介绍的叫Locale Emerator来解决的 Locale Emerator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画面 它是一个很特殊软件来的 我们会将以下来分三个阶段来解决一下 第一个阶段就是关于一个安装的阶段 如何安装呢 首先它有一个官方的下载网店 然后就是这个网字 就是这个地方 那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下载了它先的 看到了 现在最新的版本呢 就是19年的8月16号出的版本 那下面呢有一个叫做Locale Emerator 2.4.1.0的shipping file 这样就可以下载的了 大概下载完了 下载完之后呢 你就会多了一个Locale Emerator的一个 压缩档案就是这样的 把这个档案解压缩 我们按下载它 然后在这个shipping里 然后呢就是extract这个档案出来的 好了 extract之后呢看到一个folder就是这个的地方了 OK 那里面看到呢它是分了一堆的文件 里面看到了 OK 好了 在install里面第一部份呢 我就要点一个叫LEinstaller LEinstaller就是一个安装的一个程式 安装分了就是 就是给你自己用的 install for current user 或者是想整部电脑的人都用得的 就是install for all user 简单点 就是install for current user 如果你在运行里有问题 你可以尝试用下面这个install for all users 都可以的 这样很快就彈出画面 代表我们有 安装完毕了 安装完之后关掉它 我们第一阶段完成 就是安装部分 接着来就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一个设定阶段来的 就是我们怎么设定的软件 设定它用什么语言来做呢 这次我们首先用一个设定我们的繁体语言为例 OK 用到的就是上面这个叫LEGUI 就是一个图形用户介面 故意的 彈出这个的菜单 预设有两个的profile 一个就是日本人 日文 一个日本人 就是用一个管理员身份用的日文 我们选一个新的location 我们选一个繁体中文 基本上它是以字母顺序排列的 我选回中文 这个是 小类有简体字 Simplify 还有有繁体字 Traditional 我们可以简单点 例如我们要 Traditional language 选完之后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时区timestown 可以用回整版 Beejing 下面有几个选项 因应我们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币 比如说 这次我们的软件需要用到管理员身份 我可以用这个 One as an emitrator 来做的 甚至乎想用一个叫做 虚假的介面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 语言介面 Fig system UI in a language OK 全部币之后 我们就可以 Save as 因为本来是日文 我可以用一个新的 一个profile 接下来 我们打回Traditional Chinese Save 解决了这里之后 基本上 第二部份的 设定 我们就完成了 接下来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一个 运行阶段 我们怎么运行我们装好的软件 就是去回我们那个 打字软件 正常你运行要 double click 那个 KB type的地球 是不是 其实这次我们右键 右键右键 你发觉会多了一些选项 就是刚才我们那个 Local Emeration 可以选择 我用不同的 profile 例如说 刚才做到一个叫做 Traditional Chinese 就是一个繁体中文 来运行这个软件 OK 由于我选了是用一个 管理员身份 所以需要输入密码 然后它就可以运行 OK 整个设定就是这样做 你看到这个软件是很特别的 但是有时候就说它会和一些 防毒软件有冲突 那这个时候你就考虑一下 怎样去 另外也有些情况就是 比如说你的folder 比如说这个Local Emeration 的folder 是有中文字的话 或者一些其他的代码 它都运行不了 这个时候注意一下 那个路径 就是安装的要缺 那今天先说到这里 的信